首先 我要恭喜所有獲獎的宗教團體 謝謝大家的努力和貢獻 尤其是現場獲得宗教公益生根獎的團體 都是在過去十年長期投入社會公益 這樣的精神非常令人欽佩 我們宗教團體對社會的付出 無論是教育文化工作 像是提供安心客服 組成社會服務隊 或者是提供牧林服務 成立食物銀行 捐助救護車等等 大家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在民眾生活的不同面向上 都帶來許多幫助 尤其是在疫情期間 宗教團體不只是發揮了安定人心的力量 也捐贈各項物資 也是幫助民眾度過疫情的挑戰 除了配合防疫政策這幾年來 大家也是政府長照2.0政策的重要幫手 我們很多的團體成立社區關懷據點 或者培育志工 來照顧我們獨居的老人和弱勢族群 過去七年多來 政府大力推動我們的長照 預算更是年年增加 從2016年只有54億元到今年的647億元 明年更會達到876億元 我要藉這個機會 謝謝我們宗教團體的支持 讓我們一起照顧到更多的長輩 雖然大家的信仰 教派不盡相同 但是我相信 我們關心臺灣 愛這塊土地的心 都是相同的 宗教團體的行善 更是不分你我 不分族群 照顧每一個人 為社會帶來正能量 同樣的 在政府施政上 我們也很努力 要落實公平正義的信念 所以我們持續推出 疫後減壓的政策 來照顧我們的人民 像是TPOS 通勤月票 或者是還有300億的擴大租金補助 都希望減輕我們的通勤族 還有租屋族 以及是年輕的租群的負擔 我也知道 許多的宗教團體也提供獎助學金 幫助許多的學生和家庭 明年從2月開始 政府也會減免私立大專學雜費 每一年3.5萬元 讓公私立大專學雜費的差距縮小 還有我們公私立高中職 也會全面的來免學費 落實教育平權 我們政府會繼續推出 為人民減壓的政策 也希望我們宗教團體和政府 我們攜手來合作 帶給人民更多的溫暖 最後我要再次感謝 現場的宗教團體和受獎代表 對台灣無私的奉獻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